這個月桑園 真正在出帳戶 台北市場除了路間局 介入調查 交通大隊是直接邀請 六經平台的協助來討論 他們建議協助 月桑園 如果不是在交通委員說不聽 就跟他們加油 不要跟他們請路 看是不是可以來講解 帳戶的發生率 騎到白十八包天 最近發生真的帳戶 中傷的差不多都是米市的月桑園 有後部公佈的十大四英 高中四個失敗頭一名 只有前年的通編授臺 就顯示說 歐洲的四個失望 就有1680的人 台北市高中大隊 就反而說多少人 要哪兒找路哪兒送餐 民旅路口的狀況 沒辦法及時歡迎 就找六經平台 入口開作單位 然後我們一起來努力降低 路上的事顧慮 跟他們溝通的這段期間 他們也願意來配合 加強交通安全的宣導 讓他們的駕駛朋友 在外面能夠很安全的送達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主要是希望 驅車去管理外送館 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制 也公佈由十月設一開始 統計外送人員 事故的所需要有一個原因 就是希望驅車跟外送人員 加強選擇 注意交通安全 遵守交通規制 如果是間接到嚴重危機 像說僑宿 飲酒 騎兜拜 危險加速頂頂的狀況 也建議驅車 可以列為平用的參考 照顧保障外送人員 保護其他 用路人的安全 轉